大家好 昨天讲了一个笑脆鸟的故事 看来真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这三只鸟呢 几乎每天都在我家吵架 不是在林子里 就是在我家的房子前面 感觉它们应该已经吵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估计还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吧 前一段时间的特大暴雨和洪水发生的时候 正好是向日葵准备要接子的时候 全部被水浸泡了就颗粒无收 那我今天要把它们全部拔掉 然后来种一个新的品种 原来的计划是拔了向日葵以后 就要来种这种紫苑花 因为紫苑花在夏天 我们知道是可以播种的 但后来想了一想 孩子们如果回来的话 他们特别喜欢吃糯玉米 所以后来还是放弃种花 种玉米了 先来参观一下向日葵的根 向日葵的根系非常的发达 所以它才能支撑开那么多朵的向日葵的花 它有一根组的根系在中间 然后边上 天哪 这个还不算是最大的 还有比较更大的 拔这些向日葵的根 拔得我一身汗 今年春季做了五桶的酵素 现在已经全部都熟了 可以用了 桶里的玫瑰花瓣已经完全的都已经熬熟了 而且有一股非常香浓的味道 打底肥用它是再好不过的了 玉米在苗期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淡肥 我这次选的是鸡粪牛粪 还有厚熟的玫瑰花瓣 首先要把这个坑里面的土彻底的翻一遍 找出里面的那些残留下来的根 把它们全部通通的剪出来 有些翻不出来的就把它们拔出来 像这样的根全部要清理掉 松土的时候要挖得深一点 像这种地老虎啊 全部都要把它们挖出来 然后扔掉 玉米的苗期相对来说比较长 而且它一直在长叶子 叶子又特别的大片 所以整个的苗期所需要的蛋元素 是非常巨大的 我这次的底肥呢 是用了牛粪四加一份鸡粪 再加上原来的那些旧土 拌一拌 后面呢我还每一个绿井圈里面都加放了玫瑰花 酵素的花瓣 所有的材料要非常认真的把它们拌均匀 然后挖一个像火山口一样的这样的凹槽 种玉米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挖凹槽 但是因为我这块地呢比较容易渗水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积水的地方 这样的话种子比较容易发芽 在拌种子前在这个凹槽里面呢 加一些椰康 这个是糯玉米的种子 在eBay上面有卖的 一个穴里面拌两颗种子就够了 如果你觉得对种子不大放心的话 也可以拌三颗种子 拌完种子以后呢 在上面再撒上一些湿润的椰康 然后在椰康上面先浇一次水 这样的话就很安全了 因为玉米的种子没有浸泡过 有了这些椰康 它的蓄水性比较好呢 就比较容易出苗 最后再覆盖上三公分厚的土 不要太厚 太厚的话也出不了苗 再加上那个甘蔗草 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不要加太厚的甘蔗草 边上可以加厚一点 这样可以保持整个的滤井圈里面 都非常的湿润 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火山口 它是可以把水积在那儿的 那就是我们种子所在的地方 如果觉得不放心的话 每天可以浇两次水 早上一次傍晚一次 这样的话 我估计出苗里都会在90%以上 干完所有的活 拍完所有的录像片 差不多两个小时 不拍录像的话会更快一些 因为我干活一直速度都特别快 我们这特别热 只有在晚上才能出来干活 然后去年我们家先生呢 还帮我在这个地方安了太阳能灯 这个灯的照明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是我去年种的玉米 其实现在并不是播种玉米的最好时期 一般是刚开春的时候就播种嘛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气候 还是挺合适在这个月份来 播第二次的玉米种子 我每年会种两波 第一波种的时候呢 比较早一点 然后到12月份我又会再种一波 气候条件如果不允许的话呢 就在开春的时候播种 种一波就好了 今天说了如何播种玉米 有关玉米的田间管理 以后我们再来细说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